周二将会带来一些市场变动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早上8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10月份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 9月份该指数比预期好得多 目前保持在两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 格里尼治时间下午1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8月份美国房价指数 7月份该指数持续增长 且比之前一个月0.3%的增长速度还要快 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非常重要的 10月份美国消费新鲜指数 过去4个月该指数出现令人惊讶的上涨 9月份的增长使其达到9年以来的高位 2点35分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 将在商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前 针对英国退欧公投 以及其经济影响的紧密问题发表讲话 另一个令人期待的讲话则是下午3点半 来自欧洲亚航行长德拉吉 他将在柏林举办关于稳定公平和货币政策的讲座 午夜零点过半将要发布的是 澳元交易者非常重视的第三季度的CPI数据 第二季度消费价格反弹 扭转了年初0.2%的季度下滑 我是希勒斯塔斯基纳 您正在收看的是10月25日本周二的经济日历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周三的相关概述 不要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